探讨活动十之一 抗原抗体的反应 实验目的 本活动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血球的宁极反应 使学生明白ABO血型鉴定的原理 借以探讨抗原与抗体反应的基本模式 并学习血型鉴定的技术 实验器材 全班共用 1.抗A血清一瓶 2.抗B血清一瓶 每组使用 1.再拨片两片 2.小标签纸四张 3.采血针两支 4.牙签四支 5.70%酒精少许 6.消毒脱纸棉花少许 7.细字油性笔一支 8.复式显微镜一台 1.将再拨片擦拭干净后 用油性笔于中央划一条线 在左右两边角落各贴上一张小标签 分别注明抗A抗B 2.将抗A抗B血清 分别加一滴在著名抗A或抗B一侧的拨片上 3.用酒精棉擦拭止尖 完成消毒后 以采血针扎刺指尖 每支采血针现一人使用 用完的采血针马上置入玻璃罐并集中处理 4.挤出鲜血滴在拨片上 5.分别滴一滴血液在抗A与抗B血清旁 滴完血后再以酒精棉压在指尖伤口上 1到2分钟 消毒并止血 6.迅速用牙签将血液与血清混合 抗A或抗B血清 要各使用一支牙签 3.静置三分钟后 在低背显微镜下观察 以血球的凝极反应来判断自己的血型 在这个画面当中 我们看到血球并没有凝极成片的现象 我们再把它转到再更高倍一点点 到100倍 我们现在血球也没有凝极的现象 接着我们再有更高倍到400倍 我们可以让血球是一颗一颗都分开 它并没有凝极成片的现象 这个是抗B血清对血液的反应 在低背下我们就很清楚看到 它血球有凝极成片的现象 在抗B血清处有凝极反应 判定为B型 8.与其他同学的凝极反应比较 并统计四种不同血型 在全班同学中所占的比例 问题与讨论 1.本探讨活动主要在检查血液中的什么物质 8.检查血液中红血球表面的抗原 如血液在抗A血清中发生凝极 表示此红血球表面具有A抗原 2.判断自己红血球表面的抗原 及血清中可能有的抗体种类 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判断 答 判断要根据红血球表面的A或B抗原 与抗血清中抗A或抗B抗体的作用 而产生或不产生血球凝极反应 3.为何在书写时一般只采用相同血型 不同血型互相书写会发生什么现象 答 不同血型互相书写 如将A型血输给B型的人 因A型血浆中有抗B抗体 遇到B型红血球表面的B抗原 会发生凝血 并造成血管阻塞等反应 反之亦然 只有O型红血球上没有会引发反应的抗原 可以输给其他血型的人 但O型血浆中仍有可辨识AB的抗体 因此会攻击其他血型的红血球 AB型的红血球上有AB的抗原 不得输给不同血型的人 而血浆内没有辨识的抗体 所以谁的红血球都可以接受 4.医院中只有某病患的血清 是否可追查出他的血型 需要什么材料 答 病患的血清中会存有抗体 仍可发生血球凝集现象 如A型血清内的抗体式抗B 可辨识B型红血球上的抗原B B型血清内的抗体式抗A 可辨识A型红血球上的抗原A 追踪他的血型 需要知道血型的红血球 5.四种血型在班上同学中 所占的比例为何 答 因实际调查 各地会因族群而有不同 如卢凯族中 A型血的有11% 达物族则为45%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ар安装-中文字幕-ti与点栏目 -ar安装-中文字幕-窜文字幕-文字幕-河大夫 -ar安装-中文字幕-4 -zap-